好了,兩岸國際時間 先說一些輕鬆的東西 有沒有看普京這件衣服? 你應該很熟悉的 那牌子 那就是他親自帶貨 是 有多少錢? 這件是大約10萬港幣 其實那些是日門價 很普通 這牌子本來是做料的 但你不是說香港穿過很熱嗎? 不是,情況是這樣 情況是他出了很多毛衣 其實毛衣是穿不過的 毛衣是因為他 你試的時候覺得很舒服 太舒服了 做一些最好的Vekuna那些 即是Vekuna那些毛衣 整十平板是平一件 但是他很舒服的 很不吉的 但是原來任何不吉的衣服 任何不吉的衣服 到最後 如果是冬天穿也是吉的 嗯 因為冬天的時候 你的皮膚很乾燥 你試的時候 你覺得很舒服 很舒服 然後當你真正穿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好 因為現在肥了也不適合 我也想處理了 穿過一次 而且現在全部都暖氣 所以你不存在 你穿好暖氣衣服 你全部都是外套 你都是外套 外套會方便些 但是他這個入門隔區 他說他一個月薪金 等於普通俄國人的25個月薪金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牌子很適合 但是我很多朋友 因為以前有很多買的 現在我們發現 在網上買會便宜很多 你試了在網上買會便宜很多 很大方的東西 可以穿很多很多年 你仍然可以穿 我非常推薦你的牌子 普京居然是穿這個牌子 然後他們就說 絕對與我們無關 我們已經關閉所有的店鋪了 這個就是 他們先劃清介事 對 他們先劃清介事 但他們的天氣穿 就比較合理 是 但是那本身的天衣服 是很通的 但是他們的衣服 他們的剪輯很大方 看得出他們的剪輯很大方 你永遠永遠都是很好的 永遠都不覺得 而且東西很適合用 很適合身 所以很推薦 但是 因為有時候 為了買手袋便穿MS 因為有些額外買手袋 所以就穿MS 如果不是我 我對於它 它整件事 但是MS沒有折頭 OLED很少見到 說回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情況 之前幾天看了一個報道 土耳其努力撮合 不是撮合 即是普京和澤蘭斯基去談判 但是昨天 普京發言人說 其實如果要兩位總統去會晤 一定要先做多些功課 即是要講家庭工作 才會令談判達到成果 到目前為止 其實距離說 一起去坐談判 都受惡未有一撇 他的意思是這樣 我不會認為他們會有談判 其實我也覺得是 這樣說好不好 土耳其一直在贏 增加策碼 而澤蘭斯基一直看整件事 他對於自己的抵抗能力 仍然很有信心 雖然他的信心削滅了很多 當大家的狀況還未一致 我相信很難能夠談判 究竟在什麽情況下會最成功呢 就是兩個都被淘汰 兩個都被淘汰 如果兩個都有信心 是談判不到的 即是說 等於你去買樓 那個賣家就認為樓價會升 買家認為樓價會跌 你就一定做不到 你要是買家認為樓價會升 賣家認為樓價會跌 你才做到的 大家都認為時間對自己有利 即是說 澤蘭斯基已經打了一段輸數 如果不是的話 我會拖死樓價 現在也有很多說法 香港也有很多人說 俄羅斯花這麼多錢 再打兩個星期就會倒閉 打不到多久 即是那些想法 那俄羅斯就這樣 我正在贏 我為何要談判 明天有好處 今天就等於說 中國不會打台灣一樣 時間在我那邊 大家都認為時間在自己那邊 就談判不到 還有昨天的新聞 東南部的城市 馬里烏波爾 應該即將接領 所以如果現在的勢力這麼好 為何還要坐下 還有賈良師傅 覺得自己的民意在自己裏 你進入之後 你無法統治 你無法管治 因為民意裏面 到時不停會暴動 你管了你就知道 於是會是這樣的狀況 我相信很難談 那為何在土耳其會這樣說 想這樣做 因為大家是威風的 那件事是你國家的力量 大家都想這樣做 還有普京會不會去土耳其 如果是談話 在哪裏談話 也是一個問題 普京會不會去土耳其談 會不會去土耳其和你 會不會去土耳其和你 不會去土耳其和你 所以會不會去土耳其 再去土耳其和你 比較要去土耳其 因為普京會對生命危險 有一定的擔心 因為昨天有一個新聞 我都沒有放在這裏 其實有一個消息 當然是烏克蘭哪裏消息 有高級官員密謀弄死暴京 或者慢慢弄腹射 這當然是烏克蘭的新聞 烏克蘭的新聞創意都頗強 他不是說馬上弄死他 讓他慢慢分癌症 因為烏克蘭很多都是這樣 這些事已經出現了很多 例如他有個難免座 烏克蘭有一個難免座 例如我永遠都覺得那些事是美國做的 我解釋這件事是為何美國做的 即是要冤枉普京 為甚麼呢? 這就是令狐冲 岳寧珊說令狐冲偷襲林平之的故事 令狐冲說 第一,我不用偷襲他 第二,我每一見殺他就不捨 即是如果那個人被人剪掉的話 我相信有機會是普京做的 如果那個人殺不到他就難免座 我就不相信是普京做的 即是你弄髒到他 有甚麼可能 到最後還是讓你討厭普京多些 整件事我認為 不是我認為普京不會殺人 而我認為普京如果要殺你的時候 要殺死一個人是難過要令你難免 那件事是這樣的 很多我覺得是 在西方傳媒上 例如對於朝鮮或普京 很多很明顯很可笑的 但他這次是說想讀北京的 但因為他們做的所有事 做了太多很可笑的事 反過來我也不會相信 固然想 問題是你要有行為才叫 我想 我幻想 你可以幻想把普京炸成粉碎 或者把他50分屍 但那是幻想 你不是附諸一個行為 你可以幻想任何事都可以 正如我們之前說過 理論上香港可以 750萬人一起去選特首也是可以的 不行 因為有些未夠審 夠審之後我想是500萬人一起選特首 也是沒問題的 如果不用本人的話 大家宣佈而已 是的 另外剛才跟常公子做新聞聯報有說過 有的問題 其實 因為幾個星期之前 拜登禁止 俄羅斯能源出口 即是不進入石油 但是沒有禁止油 為什麼呢 都說過 什麼油呢? Uranium 其實俄羅斯 是佔了美國的 數量的16% 即是俄羅斯賣給美國 美國賣俄羅斯 美國賣俄羅斯 美國購買俄羅斯 但這件事很複雜 因為當時希拉里的年代 即是奧巴馬年代 有一宗交易 就是Uranium 1 就是賣給俄羅斯控制的 那時是單調 其實那件事也很複雜 而那間Uranium 1是加拿大公司 是 但它是在美國那裏 開採這個油 是 但整間賣給俄羅斯 而批准了 是 那時特朗普也有調查過這件事 但當然是沒有問題 因為你看不到有甚麼特別的利益 那時克林頓就去俄羅斯演講 收了錢 那些 是 有的情況就是這樣 現在就排除了這件事 另外 說回昨晚有一宗交易不菲特的交易 那就是它會買一間 再保險公司 那這個是一個財產和意外再保險公司 Aligany Corp 這間公司仍然是上市 昨晚升了25% 大家要留意這間公司的CEO 其實之前就在Bercher Harvary 的General V那裏 做的 做了七年 六、七年 General V也是一間財產公司 General V也是一間財產公司 它是Resurance 總是合理的 因為它去了那間新公司 說這間財產公司又行 那可能會認識北菲特的 買吧 或者 跟北菲特合做的事 可能也挺好的 還有這間公司也有投資一些 在保險以外的公司 包括酒店管理公司 以及一間做機床的公司 也是拿些錢去做一些投資 記住這間交易就是 116億美金 不是太多 為什麼不是太多呢 因為相對 它現在Bercher Harvary 是有1440億美金 這是很大的數目來的 相對平時所好的美金 因為 Buffet有說過 它盡量希望保持 大概300億美金 現在是說1440億美金 美國國庫債券未必全是銀行現金 Cash and Equivalent 有沒有什麼評論 沒有 但這間公司是拿著300億 100多億 這間公司有沒有看 這間公司 其實 保險公司最重要的 其中一本帳 就有它拿著多少錢 即是Moveable的錢 它的代價是116億 是116億美金 可能你拿著116億 自己買了 但裏面有400-500億美金 可能是有很多錢 即是那些所謂Flow 即是那些 保險金 可以拿來用 拿來投資 即是巴菲特 你買保險公司 都是看有cash flow 都是看有cash 以巴菲特來說 他不會看有什麼 不會看你management 不會看有多少錢 即是正如李嘉誠當年去 那個 南丫島 不是南丫島 不是南丫島 這個鴨利洲 拍了很多次了 即是好像什麼 好像周鮮馳那部電影 不停地翻帶 月光寶俠 不斷說了 其實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這部機器已經停了 這裏我講過一次 現在從頭再講一次 就是 正如 即是李嘉誠 買這個港燈 除了港燈 當然是很吸引之外 就是這個 這個在 鴨利洲的一個電廠 就搬了去這個 南丫島 拿了一塊地 去可以半島 好地價 李嘉誠最厲害這些東西 那不菲特 最厲害是什麼呢 當然是看那家保險公司 裏面的flow 這些錢 有多少cash 有多少cash 慢慢再玩 沒錯 所以這件事也是 因為瀨利蘭做貸家保險 即是小股東 然後他就說 他就看了另一間保險公司 也是一間再保險公司 好像是他在什麼再保險公司之類 他說這間公司 他說我們光顧他這麼久 因為再保險公司就是 頭一節他不保的 他就算是 還沒有一間再保險公司 他就說他還沒有陪他給我們 所以他就賺了 所以他就覺得 他會保險公司很穩陣 還有你做得再保險公司 就是last resort 於是如果你有什麼三長庫短 整個金融都出現問題 所以 他一定會犧牲一些散戶 犧牲一些什麼 政府一定要保住你的 因為你是最弱的 所以其實 等於是人蠻學 最後 或者是等於金管局 所以他一定要到最後政府要保住他的 我覺得就是 而且他不用做好像AIA 笑了一陣 管理的人多麻煩 管理就說 全部institution很簡單 不用管理 管理又要打廣告 打什麼很麻煩 所以我覺得就是情況就是這樣 還有現在保險 你發覺有很多廣告 保險公司 即是香港的廣告 傳統的有新 Online Pure 是Online的有 那就是 那銀行已經是過氣了 即是最高峰的 我覺得銀行是最高峰期過氣 但是保險還有一環 保險至少你日階都還在玩 各個都在玩 所以至少多錢 銀行很難做 因為那個監管太嚴密 因為保險也不是只買保險 你現在很難只買人壽 我想找一間是只買人壽 有基金 至少你人壽 以前只買保險 現在就是有 投資 投資 儲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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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蓄已經開始了很多年 接著又有基金 所以 保險公司其實就是一間比較活躍的金融機構 然後那些錢就看看怎樣再玩 賺不賺錢不要緊 最主要是拿錢來 炒股票 買東西 買得穩陣一點 股票也贏得 好了 今天 這個真的拍到了 OK 好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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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